總統蔡英文昨天在臉書表示自己 新冠快篩陽性確診 包含像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有不分藍綠等人都流言打氣 但是國民黨議員楊指斗卻酸 蔡總統只是不想勘災 引起軒然大波 此話一出楊指斗立刻被輿論 踏罰而且他還回嗆 早不確診晚不確診 即將面對颱風就確診 反正蔡英文是不想勘災的 不時人間煙火也不是新聞了 合理懷疑也只是剛好吧 那麼對於相關的爭議 楊指斗也改口向蔡總統道歉 表示思慮不周 對於蔡總統有所冒犯 保證以後不會再拿別人的身體健康 來做文章 一早臨時增加行程 趕往內湖三總 蔡英文戴著口罩探視六軍團 基隆彈藥分庫爆炸受傷的九名官兵 坐下來安撫家屬 也和國防部長邱國正拼命討論 下達全力協助的指示 但結束探視行程一回到總統府 蔡英文突然身體不適 在快篩後呈現陽性 不過總統目前症狀輕微 正由醫療團隊妥善照顧中 已經施打三劑高端的蔡英文首度確診 總統府緊急取消 二十五號下午台南視察行程 由於蔡英文六十六歲確診 被視為重症高風險確診對象 得依照現行的規定 十天自主健康管理 總統特別強調 颱風即將到來 可能會對台灣帶來影響 他已請陳建仁院長與行政團隊 務必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 落實各項防台工作 首度確診卻碰上颱風 蔡總統不敢鬆懈 下令行政院嚴陣以待 但國民黨卻藉機操作 北市議員楊枝豆竟在臉書說 合理懷疑總統指示 不想去勘災 政治不拖人性也不拖科學 如果以這位國民黨的朋友 他的立場是政治人物可以選擇 我什麼時候要來感染 什麼時候要生病 什麼時候再來我最近比較有空 我可以感染 那時候沒有空會不要感染嗎 然後用這個東西來消遣 我真的覺得 這個政治層次太低了 驚人言論讓綠維忍不住搖頭 沒想到連確診都能成為政治操作手段 靜新聞 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